这是陆军常态十九号操演 上午六点在彰化县竹堂乡的武装后天宫集结之后 由六军团担任统裁部 指挥甲一两军机动到战术位置 甲一两军包括了十军团的五八六旅 和八军团的机部三三三旅 时间一到指挥官对连长排长下达命令 派出无人机侦查之后 六辆M60A3战车发出轰隆声响上路 可以看到每部战车上 大约有四名国军以大约一个连的兵力 进行操演 这项操演科目是激动到战术位置之后 以战术和状况需要对敌军进行攻击或防御 虽然时间还很早 但是还是吸引民众好奇的目光 甚至有家长带着年幼小朋友 特地前来观看 觉得蛮震撼的 因为在那种像天天小女孩 可以这么明火的在那边运行 觉得蛮厉害的 期待小孩会不会很累 跟老公交出来 这项操演员定从彰化竹堂武装后天宫 沿着香道省道前往西州公园 不过后来依照任务需要 变更前往竹堂乡的慈航宫 现场围观民众原本以为是担心 影响天亮之后逐渐繁忙的交通 不过国军表示这是战术任务需要 没有其他考量 战车的机动演习顺利达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